男嘉宾小哲二十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学生 有请小哲 有请 女嘉宾小男二十一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小男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上大几啊 上大三 大三啊 对 同学啊 一个学校的 谈了几年啊 谈了半年 认识三年 谈了半年 认识那么长时间 对 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们是一届的 那为什么拖了那么久才 之前就是互相认识 然后互相了解 后来我感觉 我喜欢这个女孩 那就说还挺了解的对吧 那怎么这谈了半年就 觉得相处上面有些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有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他老不尊重我的意见 比如说我和他出去逛街的时候 我相中一件衣服 然后他就不给我买 反而他就是要他相中的那件衣服 然后给我穿 我感觉我给他挑的比他自己挑的好看 那又不是你穿而是我穿 凭什么按照你的审美 不是穿给我看的吗 好好好 这就叫第一罪是吧 不尊重我 因为我喜欢的衣服 你不给我买 老板你喜欢的衣服 是吧 好 第二中呢 第二个 他老是喜欢上网 上网 对 他玩游戏 他是个游戏 上网 上网我也想说说 就是我在家和他说 我跟他说好 我说我要和我朋友去上网 他们找我去玩 行 告诉我 明确地告诉我行 然后我说那个 我那就去了 然后他就让我走了 我到网吧 刚打开机器 他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接完电话之后 然后再过一会儿又给我打 然后我在打游戏 然后我就没接他的 一直把我电话能打到关机 每一次 然后给我的电话打关机以后 他又给网吧吧台打 然后就瞅网管 十分钟就来我这一趟 十分钟来我这一趟 所有网吧的人都瞅我 我呢不是担心他吗 我担心他所以才给他打电话的 你担心他什么 担心他在游戏里被批了是吧 我担心他那个 他也不回家 然后就是直接就在那块玩 有的时候我三两天都见不着他 他就是一天24小时 全部都抛在网吧里 这可不对啊兄弟 玩玩就玩玩了那没什么 你是这么玩那可不行 我 是吗 都这么玩 一起感觉比较开心 那他们都有女朋友吗 听到 打算了 攻就 打算了 打算了